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来到启示录的第十三章 从这一章经文的第十四至十六节 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大灾难中 撒旦的作为 我们先从第十四节看起 他因赐给他权柄 在兽面前能行启示 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 要给那兽刀伤还活着的兽 做个像 有权品赐给他 叫兽相有生气 并且能说话 又叫所有不败兽相的人都被杀害 他又叫众人 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 为奴的都在右手上 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 除了那受印记的 有了兽名和兽名数目的 都不得做买卖 在这里有智慧的 凡有聪明的 可以计算兽的数目 因为这是人的数目 他的数目就是六百六十六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能够看见的是 这一个撒旦 在最末了的三年半 也就是大灾难期间 当他从天上给摔到地上的时候 他就大肆迷惑遍地的人 他借着他的化身 就是假基督 先出现 正如本章前半章所讲的 假基督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 迷惑普天下的人 然后撒旦又兴起了一个假先知 就是邪灵的化身 可以说撒旦所谓的三位一体 就是撒旦 假基督 假先知 然后这一个假先知出现的时候 同样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 并且迷惑住在地上的人 同时他就要求住在地上的人 都要拜这个假基督 他给这个假基督立了一个像 并且这个像是能够有生气的 能够说话的 那可能这个像我个人认为 他可以透过 无论是所有的媒介 电子媒介 无论是电视 电脑 手机 各种的能够影像看到 然后他借着那一个 底基督 假基督的像就出来 甚至是活 可以控制人生活 那这是末世撒旦要做的作为 然后他这样做的目的 是要求全地的人都要拜这一个假基督 也就是等于拜撒旦 所以他要求全地的人都要拜龙和兽 就是拜撒旦和拜这个假基督 凡不拜他的都要被上 然后同时他要所有住在地上的人 都在他的右臂 手臂上面 还有在额头上面 这个有一个数字叫666 每一个都要在手臂 额头上 有撒旦的印记 有这个666的这个记号 凡没有这个记号的 凡不拜他都要被上 没有这个记号的 就不能做买卖 不能做买卖 就等于不能在地上生活 你要买东西 不能 你要做生意 卖出去 不可以 所以你会看见 他当时是一个集权统治 当底基督 这个北方的王 这个统治全地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是要求 所有人都要拜他 所以圣经在这里就特别提到 他又叫众人 无论大小 贫富自主的 围奴的 都要在右手上 或在额上 受一个印记 然后在前面的就提到说 要叫全地的人都去拜他 凡不拜他的 都要被杀 那这就是撒旦的座位 所以我们看见 撒旦在这里有两个座位 在大灾难的时候 两个座位 第一个座位 是用迷惑和强制性的 要全地的人都拜他 都拜假基督 第二 要全地的人都可上印记 就是666 半句话说 就是要全地的人 都有他的印记 才能在地上生活 目的就是要全地的人都属他 撒旦的一切作为 两方面 要人拜他 要人属他 这完全是抵挡神 我们知道起初神造人的时候 神造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 神造人的目的 不仅是要人治理全地 同时要避造的人 敬拜独一的神神 尽信 尽义 尽力 尽信 爱主我们的神 来侍奉他 来敬拜他 所以 律法书上的第一条写道 除了耶和华之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敬拜任何 天上地上 海里面任何有形象 任何的偶像 都不可以 神是独一的神神 神要所有被造事人都敬拜他 但是神这个心意 撒旦一直破坏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因为看见撒旦破坏的工作 没有停止 神卷卷以色列人 撒旦就在那边迷惑 叫以色列人去拜偶像 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 你几乎看见 整个就业历史就是这样 以色列人归向神 就敬拜神 但是有一段时间 又给撒旦迷惑了 又去拜偶像 所以撒旦不断在那边争夺 没有以色列人 撒埃及的时候 原来经历了神 那样大的拯救 摩西上了西南山 去领受神的律法的时候 以色列人在下面等 时间一久 竟然建造了一个 金流毒 制造金流毒就在那边罢 所以撒旦好像抢奸一步 所以你们会看见 撒旦一直是要迷惑 普天下的人来敬拜他 亲爱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既晓得撒旦的作为 我们就要 去解一切有形无形的偶像 就像一汉一书 第五章最后一句告诉我们 小子们 你们要自身 掩蔽偶像 我们信聊组之后 把所有有形的偶像都除掉 所有以往的满天神父 各种名堂的这些人手所造的偶像 都丢干净了 都除干净了 然后还有所有迷信的东西 无论是风水 算命 任何和迷信邪俗 异教有关系东西 都除得干干净 也不再相信那个 同时 我们也要对付我们内心 无形的偶像 内心无形的偶像 什么是无形的偶像呢 就是 在神之外 任何人事物 代替神自己 在你心中的地位 这就是无形的偶像 就像有人拜马门 马门就成为他无形的偶像 有的 他是把他所心爱的某一样东西 来期待神在他心中的地位 这就是无形的偶像 甚至有的人 很尊敬 神所中的仆人 无意中 也成为心中的偶像 这一切都要除去 所以我们要从心中除去 所以无形的偶像 我们要敬畏神 当拜主你的神 当要侍奉他 我们一生 就是一心一意 敬拜主我们的神 侍奉他 我们的心尊主为大 我们对神说 愿能都尊你的名为圣 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要敬拜神的时候 具体的生活是如何呢 你每一天 屈膝祷告 我们的脚是 跪拜我们的父神 我们的恩主耶稣 所以屈膝在主面前祷告 然后把荣耀赞美归给父神 以感谢为祭献给神 献给我们的恩主 这是敬拜 把你的爱情献给主 这是敬拜 所以我们需要早前祷告 晚上祷告 继续在神面前 我们需要主日 众人聚在一起 团体的敬拜 全教会一同敬拜 众人以宋战为祭献给神 我们需要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 然后我们在教会 所有的侍奉或者我们私下生活里 传飞 帮助别人 在生活里为主而活 所有的侍奉 是服侍主 不像是服侍人 当你这样的生活的时候 就是侍奉人的生活 所以我们敬拜神 侍奉人 这是我们 一生要辞职 然后我们知道 撒旦一切的作为 就要能数他 所以他要默示要有个660 这个666 以以往来说 我们觉得好像天方夜谭很难 但以今天的科技 你会看见 无论是AI 这个影像的控制 各种情形 还是雷射 现在已经有的雷射的密码 可以直入到人的手臂 手指 所以有的甚至用指纹 就可以开门 或者甚至云航的提款机 他用指纹就可以 就是现代科技能达到这样 所以末老世代 我相信撒旦那个时候 他完全可以 像是雷射或什么方式 就直接吃一个666的密码 在人的额头 在手臂上 但我们属主的人 所有的得圣者 爱主的 一定拒绝 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 后来第15章那边 就是所有圣兽和兽数目的 就是他们不拜兽 也不在手臂而上 被磕666的人 他们可能就殉道者被杀 但是他们都被提到 神宝座那里的多厉害 赞美神 所以从这里 我们就会看见 这个在大灾难当中 还有很多自死忠心的 爱主的基督徒 所以丘主教我们今天 真是忠心于主的托付 首先我们敬拜我们主 第二我们是属于主 亲我们基主 集图十四章 十三章 后面是这样讲 十四章一开始 羔羊站在西安山 同他有十四万四千人 都有他父的名 和羔羊的名字 写在他们的额头上面 这说明他们是属于主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应信基督耶稣 神的灵营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在我们里面 是为印记 是我们承受将来 属天基业的凭据 有份承受圣诚信 耶路上 圣灵在我们里面 是这个凭据 所以我们是受了 圣灵为印记的 我们离当属神 我们离当把自己的 奉献给神 所以今天我们不属世界 不属自己 不属撒旦 不属罪恶 我们全然属于主 所以我们应该把 我们一生奉献给主 保罗说 从今以后 人不要再来讲到我 因为我身上 带着耶稣的印记 我们都是圣上 带着耶稣印记的人 辞价的印记在我们身上 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 完全属于主 所以我们要过 以世界分别的生活 在我们生活里 我们清楚自己的身份 我是要敬拜主 我是属于主 撒旦想抢夺 普世的人 都去敬拜他 都属他 但主耶稣借着 实价的救赎 从各民各处各方 买苏人来归神 叫我们所有基督徒 理所当然 属神 归给神 我们是神的儿女 应该归给我们的父神 我们是基督 保学众家买来的 礼当奉献给主 为主我生活 我们礼当一生来 侍奉他 但愿你和我 都能一生 敬拜主 侍奉主 永远属于主 我们来说